这期视频的主人公是北宋太宗赵光义和北宋真宗赵横 真宗是太宗的儿子 太宗是北宋第二位皇帝 真宗是北宋第三位皇帝 这对父子的执政生涯突出在了一个坑字 宋太宗即位的时候外边还有仨政权 一个是浙江的五岳 一个是太原的北汉 还有一个就是燕云之地的契丹 也叫辽巢 宋太宗的皇位继承问题是很有说法的 俯生主颖是千古谜团 除了那一夜的大雪 谁也不知道驾崩当夜的宋太祖赵光义 说了点啥 不过事实很明显 太宗也儿子 但太宗死了之后 几个大臣和宦官却跑到赵光义的家里 把赵光义推上了皇帝 虽然说那太宗即位没有什么血雨腥风 也没人领和办 但这种不符合常规的凶中帝籍 却始终让宋太宗有些不安 纵观历史长河 但凡是那些通过不正当手段谋得继承位置的皇帝 他们的心可都有点虚 李世民在玄武门前干掉了大哥李彦成 逼退了父亲李渊 建而成帝之后 各种发奋图强 想要证明自己这个老儿 不一定就比老大差 明成祖朱棣在靖南追 抢了大使的朱文文的皇位之后 更是五正墨北六下西洋 修大典搞盛世 目的就是为了像早就化成了一捧黄土的父亲朱元璋 证明自己比所有人做的都要好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优秀 因为心虚 他们怕天下人不认可他的皇位和法性 他们怕大臣们在背后议论自己 他们在每一个漫长的深夜里辗转反侧 不能入水 虚那就得补 于是宋太宗开始了自己的奋斗之路 五月和当年李队南堂是邻居政权 属于是那种纯齿相依类型 然而五月的末代军王前处 却和那个拼死抵抗最终倾向的南堂后主 极然不同 和北宋死磕到底 输赢先不输 得有多少生灵涂炭 得有多少儿郎买骨他乡 前处不忍心 或者说在五代时国的尾声将至之时 他算是活明白了 平均末化封侯士 一将功成万古枯 算了都是一家人 大宋一统我不后悔 所以他干脆心意横举国投降 纳土归宋 宋太宗还没明白怎么肥事呢 南方就直接统一了 南方统一之后呢 就只剩下了北汉和契丹 北汉说白了他不是独立政权 而是契丹人用来牵制北宋的伪政权 这个北汉可以说是钉字户 仗着独成太原的城防坚固 长期和北宋富与顽抗 气得宋太宗晚上做梦的时候都一直在独闹 太原我必取之呀 不过你还别说 后来北汉还真拿下来了 宋太宗非常开心 他这一开心可就有点飘了 皇帝认为 北汉都这么被我按在地上锤 那气单人还不就是一盘黄花菜 于是又继续举兵讨伐气单人 盲目自大 这是兵家之大忌呀 结果宋太宗被气单人一顿修礼 接连惨败 战时吃紧到了什么地步 到了御驾亲征的赵光义被气单人 打的是鸡飞狗跳丢盔气甲呀 兵败之时 赵光义同志慌不择路 干脆找了辆旅车驾驶发疯一般似的逃走了 这场惨败叫做高粱河之战 赵光义在高粱河凭借着高烧的驾驶技术逃出生天 他高粱河车身的美誉是不敬而走呀 君王莫听 捐烟易 一寸山河一寸井 远处巍峨的山脉 挺拔的山峰 连连不觉得沟壑纵横 宋太宗坐在旅车之上 夕阳扶过他不再年轻的脸庞 以及滴落在胸前的泪水 这一刻他已经不想要证明自己 他只想要回到那个大好河山还属于自己的曾经 尽管驾驶技术高超 赵光义还是在交战中大腿中了两肩 给他射了个字牙连嘴 最终尽伤难遇 终究是厌驾而去 一命呜呼 宋太宗赵光义带着无限的不甘和落寞去找他哥了 他的儿子赵恒成为了北宋的第三位皇帝 及宋真宗 结果父亲班的真宗当然也要和辽朝继续战争 因为哀天杀的石经堂送出去的烟鱼石流珠要是收不回来 那么北宋王朝将会永远地坦漏在契丹铁鞋的攻击范围内 然而在和辽朝的持续作战中 宋真宗却越来越感觉不是滋味 波标知道 宋真宗出生在一个相对和平的年代 他可不是他祖部那种刀口舔血混出来了 他都有时间和刘娥谈恋爱了 他肯定是风华雪越更多一点 皇帝不经战事 所以更希望通过用和平败交的方式 来解决北宋和辽朝的争断 或者说 从他当上这个皇帝开始 他的底盘就不是一路打到辽尚经 而是抓紧去过自己的小日子 打打杀杀杀多没意思呀 咱们和辽朝和平建交 那岂不善美滋滋 于是 在真宗在位期间 北宋和辽朝握手言和签订了著名的谈渊之盟 两国罢兵了 握手言和了 以后当哥们兄弟一样出了 辽朝管北宋叫好大哥 北宋管辽朝叫秦老弟 边境停战 你不骚扰我 我不攻击你 咱们把兵都撤了 然后在那咋的 让两国人民摆摊做生意多好呀 我们辽朝武当充沛 这个国防支出一直很高 你们宋朝居然要当这个老大哥 那干脆你招呼招呼这个亲弟弟 每年你给我发个三十万两的红包 乐呵乐呵 咱们就井水不万河水 各过各的小日子 朋友们 这个条约签完之后呢 宋了两国一百多年 都没有再发生过大规模的冲突 反倒是李尚往来和平建交了将近四百次 北宋偏宇的格局基本上就被宋真宗这么给定下来 宋真宗非常开心 也非常自豪 他认为自己干了一件大大的好事 自己这么厉害 名垂青史还不是分分钟吗 为了给自己庆祝庆祝 顺便再奖励一下自己 宋真宗接下来开始搞东风西四 东风就是宋真宗跑到泰山去搞隆重的祭祀仪式 上拜天地下拜鬼神 中间拜自己 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歌颂招僧政权的合理和法和伟大 西四则逝皇帝到山东去拜祭孔子 西四这个没有什么说的 西四上的几乎所有有头院的王朝 都是以辱学为指导方针 拜拜孔子那是应该的 但东风这事发生在宋真宗的身上 却是大大的有问题 因为泰山风战不是你在家里办派对 这是一个极其隆重和严肃的项目 不是说随随便便哪个皇帝都有资格去的 真宗以前赶到泰山风战的皇帝 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只有秦始皇 汉武帝 汉光武帝 唐高宗和唐玄宗 这五位那基本上都是各自时代的佼佼者 是皇帝界的顶流和天花板 始皇帝统华下 汉武帝继雄奴 光武帝富汉室 唐高宗时期唐朝版图之大 无出其右 唐玄宗就说是后期和杨卫妃谈恋爱耽误了工作 但人家毕竟前期缔造过 九天朝和开宫殿 万国衣冠 拜缅流的开源盛世 而你宋真宗照衡呢 用当时北宋宰相王亲若的话来说 你让寇准逼得到前线去和谈 谈来谈去 最后咱们还得年年给人家聊朝前 你还挺美啊 你还当那四是美四呢 我看这纯准是起始大主 比春秋时期的城下之盟还要丢人 各位 这不是作者对禅然之盟的评价 这是北宋十那种看法 我们当然不能否认禅禅然之盟带来的和平意义 但问题是 宋真宗如此浩大喜功 粉饰太平 总是想着要给自己俩上擦点粉 他到泰然去封善 他是不是心有点虚呢 结果 自真宗皇帝封善之后 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任何一位皇帝到泰然去封善了 我们的宋真宗同志真乃神人 竟然以一己之力拉低了这项中国古代大规模的基底的党子 真宗也好 刚才的太宗也罢 这俩皇帝招校的地方虽然很多 但其实他们算不上什么会用之辈 反而算是基本合格的民族 太宗皇帝生性仁慈 东京开封城里下大雪 他担心城里的老弱孤寡 挨饿受冻 专门抽掉米面粮油 挨打挨护的去送 真宗皇帝这个人虽然看上去不太靠谱 但他知言纳贱 平时工作也很努力 时不时还给你来个熬夜加班996 那也是很勤奋的 只不过皇帝也不是神 皇帝也是人呐 是人他就难免会有缺点 会犯错误 站在那个时代的风口浪尖上 或许他们犯下的最大的错误是相同的 那就是太过着急了 太宗着急证明自己 真宗着急解放自己 其实凡事操之过急 也许不是什么太好的事情 古人号称永恒不灭的太阳 科学家说会在50亿年后熄灭 而我们的家园地球 也早在25亿年前 就和月亮开始进行了漫长的告读 概念的总会来 北宋的路还长 我们大可以慢慢走 好了 我是历史其实挺有趣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